每次上課我都會把那個影片錄下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連結 記得就是要自己加入 這裡面我會把影片通通都放在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些細節上課的時候 假如尤其很多 你一個步驟做不出來 一個效果你可能就會沒辦法顯示出來 不過我發現有些同學還蠻認真的 回去都會做了 這算好事 那裡面的話 如果你有加入論壇的話 理論上應該都會收到這個信件 目前的話 我看我們目前的同學 有20位同學有加進來 那裡面的話 當然每一次上課都有 所以點擊進來 都會有那個上課的影片在這裡 那其中當然也有觀看次數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另外每一次上課呢 都會有這些東西 比如上個禮拜的重點 比如說還有做出一些相關的效果出來 最後是用那個FoneGap網站 幫我們轉換成 那個轉換成App 那所以後面的話 當然我們會再來講一些 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再繼續來看一下 有關那個 就是說雲南白板裡面 我會有一些其他的範例 那我們用的教材的話 大概就 我至少講了兩本吧 其中有一本是這一本 那今天的話 當然第七章部分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第七章裡面的話 實際上就是我們之前有講到過的 包含就是說 按鈕 就是有些相關 頁面上面的元件 那這個頁面元件 你可以透過 就是什麼 這些 JQ Mobile裡面的那個 屬性標籤有沒有 那個那個頁面 去做相關的設定 那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們可以 利用那個Data Loop有沒有 可以快速的去設定什麼 設定你要的這一個 這個連結 是一個按鈕 還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NetBar 或者是一個可收折的內容 這個可收折 可折疊的內容 我們還沒講到 不過後面可以再來講 然後或者是多欄位的 配置 還是說一個Listurview 基本的清單 前面我們有講過 或者是說一些 進階的Listurview清單 那裡面有哪一些功能 當然在這本書裡面 都有比較詳盡的介紹 可是它的缺點是 它都是片段片段片段 那你要把它全部都在一起 變成一個APP 其實這本書的缺點是 它好像沒有一個完整的範例 所以我會用另外一個範例 就是之前可能是上課的那個 比如說上課之前做網站的範例 其實也可以拿來當成是 做APP的一些相關範例 那之前我們有做過第一個 比如說在按鈕元件裡面 怎麼去建立按鈕 OK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 按鈕 這個好像沒有講到 群組控制 你也可以怎麼樣 去把它做成一個群組 它會變成一個group 再來的話 按鈕裡面的圖示 圖示指的是icon icon有沒有辦法再增加那個icon 我剛剛有提過說icon的話 當然我們現在的版本只有17個 那當然你也可以加至少聊勝於5 還有就是說這個icon的位置 預設是在左邊 當然你也可以放上面 可以放右邊 可以放下面 其實只要更改一下就可以 還有呢 更多的按鈕的外觀控制 其實裡面包含什麼 比如說那個 我的顏色怎麼更改 有沒有 Data Sync Singming有沒有 可以更改 5個顏色 另外呢 它的 預設是整條的 整個是一個大的按鈕 如果它縮短的話 有沒有 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Data Inline 你可以把它設為True 它就縮小了 那相關的說明 其實在這本書裡面有一些細部的解說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 再把這個裡面的相關元件 給稍微看一下 那主要我們是利用這裡面 去做一個 就是延續性的說明 那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說Data Row 裡面的話有一個Button 那前面的話會有一個超連結 理論上是緊開頭 那如果說你要連結到 這個 裡面的某個頁面的話 一定是緊 比如說Page 1 Page 2 Page 3 一之類推 但是你也可以怎麼樣 連到外部 比如說你也可以連到Google的網站 但是我 我們上 我上禮拜有講過說 如果你要連到外部 一定要在那個有一個什麼 Data R1 L有沒有 後面加上一個External 你就可以連到外部 理論上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實際上 可能如果你用那個Adobe上面的網站 做出來的會有問題 可是但是你如果是用那個Visual Steel打包的 這個就沒問題 OK 所以不是這個問題不是出在你程式的撰寫有錯啦 是因為那個Adobe 這個網站呢 他提供的有些外部連結 他就是把你取消掉 那你也沒辦法 所以你對外部分是有問題的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會有這些按鈕的相關設定 另外就是說顏色可以增加進來 比如說像 他剛剛本來是這個這麼大的一個按鈕 如果你要把它變短一點點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在那個我們的屬性裡面 還記得吧 有一個如果你要縮短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 Data Inline 這個屬性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改為True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上課上個禮拜講的是 用那個屬性設定的嘛 但實際上它設定完之後 也會自動幫你補一行程式 不過我是建議各位 慢慢要習慣程式 你不要慢慢只知道那個右邊的 你要慢慢習慣左邊的東西程式嘛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切到Visual Studio裡面 它就沒有右邊的東西了 變成你所有的東西 你都要用程式碼來撰寫了 那如果說你不習慣 那個只是給你有點像 不要因為程式讓你恐懼 不過那個只是一個過度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完完全全只是依賴它 你要慢慢的也要知道說 原來程式這個是這樣寫的 而且甚至以後啦 慢慢你可以不要看右邊 你就看左邊了 好OK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因為最後的決定還是程式 那那個東西 除非說你還有更好的工具 像TrueWeb後面還有更新的版本 你可能不然 可是你後來要找到有好的版本 有的時候要花一些費用的 因為那東西其實還蠻貴 Adobe它現在是線上授權 每一個月都要給你收錢 這感覺好像就是 以前是一次買斷的 現在是要每個月都給你收保護費 對不對 因為它很大 你沒辦法 你如果要用它 那你勢必就是要花一個費用 那另外如果要變顏色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加上一個Data Synming 等於B 那這個Data Synming 預設的值只有A到E 那未來如果說你想要增加其他的顏色 其實還有到Z 不過這個部分呢 必須要自己去定義 那如何定義 我想後面我們也會在 在那個範例裡面當中 再跟各位做說明 你可以自己再定義讓你的這個樣式 變得更漂亮一點 所以Data Sync 那只是那個Data Sync的那個 我之前有講過 JKMobile上面的那個Synroll的網站上有 那你可以上去稍微玩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如何控制那個做一個按鈕的群組 比如說你有很多個按鈕 那你有辦法把它group在一起 那所謂group特別注意 你可以在很多個按鈕的外面有沒有 再包一個什麼 關鍵來了 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要做一個group之前 一定要先加一個什麼 DIV 有沒有看到 這個DIV 結束一個DIV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因為像上個禮拜那個NetBar 那個NetBar外面一定也是一個DIV 所以如果你做出來會有錯誤 大部分都是那個沒有DIV 沒有DIV 或者是你把標籤放錯位置 它顯示出來就給你錯誤 那Data Row的話呢就是什麼 Control Group 所以你外面先加一個DIV之後 再加一個什麼 Control Group 那另外的話 它那個Data Type 就是有一個水平或者垂直的 如果你今天是要垂直的話 那你就選擇那個Data Type裡面的Honey Run Talk 可以把它做一個很多個按鈕 也許後面我們只要有很多個按鈕 那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可不可以把這些按鈕變成一個group 那看起來的話 它就會長像這樣 圓角然後呢 中間它會有一個分隔線 可是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效果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那當然你裡面的按鈕 還是可以再做顏色跟那個 其他的相關的屬性設定 那其他的話還有有關就是說 你的Button Icon 怎麼加 有沒有Data Icon 那這裡的話 Icon 當然在我們Juneweaver裡面會有一個清單 可以一個List 可是 如果沒有 當然你要自己打上去 但是在Juneweaver裡面 我覺得不錯是 你按你用雙銀號 它會自己跳出提示 也是會讓你知道用選的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一個Data的一個Icon的 後面加一個Pose 這個Pose指的是Possession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Possession 你預設的一定是在左邊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在上面的話 那你就是把那個IconPose 改成那個什麼Tap OK Tap的話它就幫你把它圖放在上面 那另外還有右邊也可以 下面也可以Button 另外它會多一個Pose Possession這邊多一個叫NoTest 這邊有個NoTest有沒有 其實這個NoTest是什麼作用呢 就是你那個按鈕有沒有 你只是希望顯示圖示 不要顯示文字喔 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 有些那個 人家寫的App 它上面會有 比如那個Home 一個那個Home的一個小按鈕對不對 你按那個Home 那個Home怎麼做 就是用NoTest做出來的 有沒有 你Icon 你那個Icon用Home 然後呢 你的那個 就是 就是 一定要給超連結嘛 然後也會一定是一個Button 另外那個Data Icon是Home 這個Possession選什麼 NoTest 它就會只是一個小圖示 然後一個圈圈有沒有 放在上面 那這個當然我後面呢 也會練習到 就反正如果我今天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那怎麼在上方可以做這樣的效果出現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Icon 就是有關那個按鈕的Icon部分 那這邊的話是最後顯示的 相關的位置還有那個圖示 那另外還有什麼外觀 你要不要圓角有沒有 這個這樣 Corner Force的話有沒有 就變成正方形的 長方形 預設是有Corner 其實Corner看起來會比較漂亮一些一些 但是如果你不要 那你可以把這個Corner改成Force 不過這個屬性 用到的機會我比較少一些 因為它沒事幹嘛把它改成 有那個尖尖的這樣子 除非說你有特殊的需求 OK那其他的大概 陰影的部分要不要取消 Shadow Force 預設是有Shadow 有那個陰影 那你要不要取消 諸如此類的 那這邊的話呢 還有有關那個按鈕的一些 這個是Notes 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我想這個Button部分 大概就上個禮拜有用到 有些可能沒有用到 那我們在後面的練習 可以再把它融入進來 那再來有關工具列 那什麼叫工具列 各位可以看到所謂的工具列 它就是在上方 也許我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其實在上方 我們最早是有一個回上頁 那回上頁那個部分是預設的 可是呢其實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上面再增加一些其他的按鈕設定 包含比如說你要按 假如說要亂要登錄的話 可以登錄按鈕 然後另外這邊有個設定的按鈕 你可以在這個左邊跟右邊 各增加一個按鈕 另外當然 我剛剛有提到說 你甚至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字給取消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個東西不要 那這個大概怎麼做 其實主要也是利用剛剛講 用Button來做 Button裡面有一個 Icon的Pose 裡面就給什麼 No Test 實際上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相關效果 那這裡面蠻多這些相關的設定 那各位可以再把第七章的部分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 也許我們再做另外一個範例練習 那這個練習的話 我們可以參考 因為我用另外一個資料 實際上來做練習 請各位在雲端白板上面 看一下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 上禮拜的東西 如何註冊FoneGave 這個我想一般同學自己都有把它註冊了 那如何刪除那個舊的App並重新上傳 但這邊有相關的畫面 我要把那個怎麼刪除的畫面 做個截圖 所以如果你這個有問題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雲端上面找到一些參考 那今天的話 前面有講過102 今天的話也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06這個App 那這個App裡面的話 完成的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長這樣子 如果今天我希望做出一個 這個類似像這個 就是綠島旅遊資訊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自己找一些景點的介紹 不見得一定用這個範例 比如說你想要做Local一點的 像五谷地區 不過五谷可能沒有這麼多 你可以看看 反正你自己習慣的家鄉的一些 那比如說像綠島 其實也一直很想要去綠島 可是每次要去好像颱風就來 那就沒辦法開過 而且就停 而且前一陣好像颱風太嚴重了 聽說這綠島好像很多地方被吹得歪七扭八的 那裡面當然有比較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坐飛機直接到 不然就是坐到台東在 不過感覺好像台東有時候真的還蠻遙遠的 開車也要開很久 所以當然如果說像現在蠻流行旅遊 那如果說你可以有一個旅遊的一個App 然後呢可以讓人家直接下載 其實對一般自由行的觀光客來說 也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但是你可能要考慮一點就是說 可能多國語系的版本 比如說不同的語系 他可能來他可以做一些參考 那以這個App來說 我們大概會需要做幾個東西 第一個首頁部分 我希望在上面做一個像這樣的一個List of View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在這個地方 也會有一個什麼 這叫NetBar 不過上個禮拜的NetBar 我是把它放在上面 但今天呢 我希望把它放在下面 下面的話 基本上上面叫Head 這個叫Content 那這個叫什麼 叫Footer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Footer 那各位應該還記得這個怎麼做吧 NetBar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 有點遺忘的話 這個可以再利用這個範例做喚醒 那再來的話 我們這個範例裡面 需要做這個 這是什麼 就剛剛講的 有沒有 一個按鈕放在上面 這個還蠻常見到的 對不對 你們在很多App上面都會看到 因為我要回首頁嘛 對不對 那我要回首頁 如果有一個回首頁按鈕 那一般都會放在 比如說在右上角 左上角的位置 另外這邊 假設我希望做出一個像這樣的 這個是下一個景點 下一個景點 那如果我要下一個景點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大概會有這些 但底下的部分的話 也是做一個NetBar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架構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把這個範例試著做做看 那我想第一個步驟還是一樣 就是你先把Dreamweb先打開 打開之前 你可以先在桌面上 假設我們先 我的習慣一般是先在這邊 新增一個資料夾 叫106 這個App 假設這個範例 叫106App 那我需要什麼東西呢 可能我會需要一些素材 像剛剛各位看到那個 上面 其實還是需要有一些圖檔 如果這個圖檔去哪邊找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你找一下這邊我們的練習檔 練習檔裡面 這個是練習檔 CS6的練習檔 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 其實它裡面總共會有實體 這個實體裡面就會有一個資料夾 就是那個106 那你就把那個106裡面的 需要用的檔案 乾脆把它拖拉 因為裡面包含什麼 包含就是文字的素材 跟那個圖片的素材 所以把這個東西解出來好了 解出來裡面 就會有一個106的練習檔 你就把這個106練習檔 我們其實只需要這兩個 Default這個不要 複製過來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 先試著做做看 那打開之後的話 再利用Dreamweaver做後面的動作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